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是一颗鸡蛋一样 经过了很久的岁月 在这里面孕育出了一个巨大的孩子 他叫做盘古 盘古一直一直地在沉睡着 有一天盘古醒了过来 他深深懒腰发现 轻一点的空气往上飘变成了天空 而重一点的空气往下沉变成了我们的大地 但是盘古觉得好几好几 因为天跟地中间离得太近了 于是盘古很努力地伸直他的身体 他把天慢慢地往上撑 而大地为了支撑他的重量 也变得越来越厚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盘古每天都长大一丈 经过了千年的岁月 盘古长成了一个九万里的大巨人 而我们的天跟地也就形成了九万里的差距 而盘古长大以后 他呼出来的空气变成了风和云 盘古的吼叫声也变成了我们的雷电声音 但是盘古一直撑着天 他觉得好累好累 有一天盘古就躺下来 静静地一直地沉睡着 盘古睡着了以后 他的身体慢慢地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相传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 他的右眼变成了月亮 他的胡须变成星星 头和手脚变成现在高高低低的山脉 而血管变成了河流和大海 肌肉变成泥土 皮毛变成了草木 骨头变成石头 汗水就成了滋润大地的雨水 传说中我们的世界万物就是这么样形成的 各位小朋友 听完这个古老的传说 有没有知道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呢 而这跟我们的意姬也是有关系的哟 在我们儿童学艺经第一集的读本里有说到 一有太极 世生两宜 两宜者 阴阳也 一开始我们说像鸡蛋一样的世界 就是我们的太极 也就是我们的符号 一开始像鸡蛋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义有太极 而义有太极世生两宜 两宜也就是我们的天和地 所以我们的太极是这样画的 两宜者 阴阳也 也就是天地分成阴和阳 天是阳 地是阴 因此我们的太极会形成这个样子 天是阳 地是阴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 亦有太极 世生两宜 两宜者 阴阳也的由来咯 各位小朋友 上一集我们有提到 天是阳 地是阴 但是我们的天地也不只有阴阳 我们的自然 还有更多更多不同的法则在运行 要怎么了解大自然的运行法则呢 我们也一样可以透过学艺经来认识哦 今天加菲姐姐要先介绍一个人来给小朋友们认识 他呢 就是我们的人文始祖 福西士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的人们对于文化知识的概念非常少 也没有利用器具和工具谋生的观念 因此一直到了这一位聪明的帝王福西士的出现 他教会了大家很多事情 包括教会了人民节王捕鱼 教会了我们畜牧养牛养羊 以及呢 教会了人们婚嫁的习俗 因此呢 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有规则 除此之外 福西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哦 在以前人们对于大自然的现象 包括刮风 下雨 打雷等等 都感到非常的害怕 也非常的困惑 于是福西士为了要帮助大家了解 他开始仰观天上的日月星辰 开始观察我们的大自然 于是慢慢的悟出大自然的法则 在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的道理 渐渐的他就发展出了八卦 也就是呢 我们之前曾经讲到的 一有太极 四身两夷 两夷者阴阳也 两夷生四象 四象者太阳 太阴 少阳 少阴也 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了 在阴阳当中 我们的太极有阴阳 而福西呢 仰观天上日月星辰发现了 原来啊 我们的大自然不只有光明的一面 黑暗的一面 在黑暗中又会有光明的月亮 因此呢 发展出了四象 也就是呢 在我们阴的一面 还有一个少阳的存在 在阳的这一面呢 有一个少阴的存在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四象 所以太阳 太阴 少阳 少阴 也就是所谓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的道理 而当然福西室研究了之后又发现 原来啊 大自然的法则也不止这四个 于是慢慢又演变出了我们的八卦 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先天八卦 这一切都是从福西室所开始的 也因此就是我们《易经八卦》的由来 那小朋友 现在我们跟着嘉妃姐姐 再来念一次复习一次哦 一有太极 一有太极 四身两宜 四身两宜 两宜者阴阳也 两宜者阴阳也 两宜生四象 两宜生四象 四象者太阳太阴 四象者太阳太阴 少阳少阴也 四象生八卦 八卦者 前队离正训坎更坤也 前队离正训坎更坤也 小朋友都记起来了吗 下一次别忘了继续收看我们的《易经小百科》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儿童学易经 首先呢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易经小达人》 按铃抢答这个单元 那我们先来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两对的小朋友 第一对是我们的虎队小朋友 她是宇轩跟冠灵 欢迎他们 那介绍一下我们的龙队小朋友是冠尾跟迅昌 欢迎你们 好 那现在朱迪姐姐要来说明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 那首先呢先由朱迪姐姐把题目念完 由两对的小朋友去按铃抢答 动作快的呢我们的灯会先亮 铃也会响 那就由那一对小朋友来先回答 那如果说答错的话 或者说我们的时间超过了10秒 请问 仔细听咯 亦有太极 世生两仪 两仪者阴阳也 是指天地分为阴阳 天是阴 地是阳 请问对或错 请按铃 来我们的龙队动作比较快 来请回答答案是错 天是阳 地是阴 哇这小朋友实在是很棒 那有姐姐的介绍故事里面就可以学到了天是阳 地是阴 答案是错 他们的正确答案是天是阳 地是阴 好 恭喜你们我们得了一个维心宝宝词典 好 来虎对的小朋友我们加油 继续咯 来仔细听咯 那刚刚我们听的故事嘛 那故事里面要知道了一些 八卦里面有了解了大自然的奥妙 那最容易是透过哪一部经书来了解呢 A 三字经 B 中庸 C 一经 来请按铃 来我们的虎对小朋友灯先亮 来虎对小朋友你先说 C 答案是C 一经 哇他都知道哦 来我们加一分 维心宝宝 好 恭喜你们哦 好 来我们继续加油了 来 请问哦 你们都是很聪明的小朋友哦 来仔细听了 背后人尊称为人文始祖的是哪一个 帝王A 神龙室 B 伏羲室 C 轩远室 B 来我们的虎对小朋友比较快亮 好来请你回答 答案是什么 B 答案是B 伏羲室 恭喜你们虎对小朋友我们加一分 来 接下来没有关系农队的小朋友 我们加油 创造八卦我们尊称为八卦祖师的是哪一位帝王 A 伏羲室 B 皇帝 C 神龙室 来我们的虎对小朋友请你回答 A 伏羲室 答案是A 伏羲室 恭喜你们加一分 你的维心宝宝瓷帖 好来接下来咯我们再下一题 请问小朋友仔细听咯 请问 伏羲室创造八卦就是《易经》中所说的先天八卦 对或错 请按 来 龙对小朋友你告诉我对或错 对 答案是对 恭喜你们 加一分 目前来看的话 龙对的宝宝 这里有两个磁铁 所以是两分 那虎对的呢 我们有现在有三分 好 那小朋友我们继续咯 龙对加油咯 伏羲室融入自然 他发现天地万物都有相对应的关系 也就是有光明的一面 就会有黑暗的一面 而领悟了四项的道理 对或错 来虎对 要再考虑看看吗 答案是对还是错呢 时间到了 来告诉我最后一个答案 哪一个 答案是错 很抱歉 你答错了 这个答案是对 所以说伏羲室融入自然 他发现了天地万物 有相对应的关系 会有光明的一面 就会有黑暗的一面 所以悟出了四项 这是对的 所以 哇 我们不能加分了 那以目前来看的分数是2 2 比3 那我们是由 还是要由虎对小朋友获胜 恭喜你们 等一下会有精美的奖品送给你 各位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稍待片刻 继续收看下一个单元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儿童学一经快乐dancing go 我是喵喵姐姐 我是佳菲姐姐 现在邀请电视机前面的 大朋友小朋友 跟我们一起动一动哦 前 对 离 正 训 砍 更 坤 好 大家一起学一经 开启 智慧 好聪明 重画文化石一经 传承 智慧 建 太平 前 对 离 正 敬 去 潘 更 宽 宽 去 砍 宽 大家一起学一经 开启 智慧 智慧 好聪明 智慧 好聪明 好聪明 中华文化是遗迹 传承智慧见太平 大家一起学遗迹 开启智慧好聪明 中华文化是遗迹 传承智慧见太平 见太平 小朋友我们再跳一次吧 前队离正训 砍根坤 大家一起学遗迹 开启智慧好聪明 中华文化是遗迹 传承智慧见太平 前队离正训 去 砍 更 坤 大家一起学遗迹 开启智慧好聪明 中华文化是遗迹 传承智慧见太平 大家一起学遗迹 开启智慧好聪明 中华文化是遗迹 传承智慧 传承智慧见太平 见太平 我们下一次 请更多更多的小朋友 来跟我们一起动一动跳舞哦 欢迎下次继续收看 儿童学遗迹 儿童学遗迹 我摩 moim战 我摩嗲 我摩佛 我摩余 辰承智 seg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